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您好 这里是霓裳香港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您好 我是杭州德军任何公司的郑秋冬 今天早上和蔡婉宇董事长约好的 这些人请喝茶 好 谢谢 蔡董事长在网上放的照片 不是您本人的吧 郑总观察得很细腻 网站上的照片是夹扫的 我在贵公司的网站上得知 你们正在招聘丝绸制衣设计师 我是做猎头的 就把材料带过来了 丝绸设计师 杭州应该是最好的了 网站上写的绸心是面翼 您看这三位建议的价位 会不会有点高 做猎头的很知道分寸 要是郑先生 请问我们要列个设计师 应该联络的是人力部门 不应该联络到我这个董事长 确实另有原因 那就让我手下跟您手下联络吧 志先生 你其他的原因是什么 赵建廷 Doukn 陈平 蔡女士一定认识吧 是她让你来找我 不是 我保证 我来找你他毫不知情 我可以从头说起吗 请说 两个半远前 有一家法国银行 委托我们裂平一名制行长 经过缜密的筛选 最终我们选择了赵建廷 这家法国银行发现它履历造假 把它解雇了 这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挫败感 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它有一年半的空白期 履历造假 就是为了掩盖这栋空白 空白的起点 始于2002年六月 它追随宁回了台湾 终点止于2003年十一月 至于它是在台湾住了一年半 还是很快又回到了美国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赵建廷的专案 在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 是我个人信用不甘 这个空白的谜团拆解不开 我就会被 好几行一直折磨下去 知道网站上的照片 为什么不是我本人吗 因为我已经死了 换个地方说 我可以回答你的疑惑 将近两年的时间 赵建廷一直在台湾 我只见过他两次 离开美国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他我不回去 那个时候还是恋爱状态 只是我心里明白 我家族绝对不会同意 我跟他的关系 所以我一踏算回台湾的班级 我就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就已经死掉了 回到了台湾 护兄就把我经过在企业里 也把我的婚姻 嫁接给了父亲的商业盟友 联姻让家族的事业更强大 我只好告诉赵建廷 无望的生活已经开始 就让小别并有别吧 没想过抱回美国去找他吗 我没那么强大 我父兄也不是强盗 没有用铁锁链把我给捆绑住 是我自己太无助了 我知道我跟他的关系 怎么走下去的难度也太大 我是可以一走了之 只不过我爱我的家人 决心逆情的事情 我做不到 毕竟他们疼爱我二十多年 是该我回报他们的时候 确实 阿兴不该成为见他情情的理由 是这个道理没错 我的未婚夫 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我们很熟悉 我也谈不上喜欢 但是也不要我 直到赵建廷出现的那一天 我才明白 原来被爱 是那么幸福的感受 我也才知道 我心里一直一直有他 他本来是白面书生 那天出现在眼前 他满脸沧桑 一下子老了好多岁 我在门口一下傻出了 看着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知道 冲上去使劲抱着他 扯着嗓子哭 才能告诉他我有多爱的 他一脸笑容 可是眼睛里却裹着血丝 我不猜我周围有没有人 我实际亲他 拼命亲 我不敢让他看我的眼睛 我怕他看出 我已经要背叛他的心 他没有难过 也没有流一滴泪 我在想 他很有把握把我带回美国 那天晚上 家中出面 要请他吃饭 我心里就明白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的家族是有帮回背景的 我只告诉我哥哥 好好请他回美国 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就死给他看 第二天 他们把我送回南头大嫂家 说是要学做生意 其实是把我藏起来 赵建天又回了美国 他这么早就回美国了 我太天真了 我相信我哥跟我说的话 还真以为他回了美国 从头到尾 他都没有离开台北 每天每天 到我仁爱露珠的家 在门口等我 我可以想象得到他都想见到 却不知道我在哪里 直到一个月后 他从报纸上看到我在南头订婚的消息 他绝望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台风纪 我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下着大雨 他有多痛苦 多难受 一个人孤零零在街上走 走遍千山万水 可是却见不到我 我让他太失望了 我那周心里有一个念头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在外遇 你就是魔鬼的化身 你欠赵剑廷 一个纯净的灵魂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是怀孕法师告诉我 赵建平到了南头 跟穷途潮倒 生活困苦 无依无靠 到最后 他去仲台残寺许了个院 带着一大罐农药 上了山 想一死了之 还有这事 是怀孕法师跟弟子救了他 他请求出家 怕是没答应 苦命的人 活得不好 又死不了 那他在哪儿 是怎么生活的 他没出家 进了慈善教育志愿团 潜行做慈善 也顺便修补 被我伤害的元气吧 转过年我怀孕了 想去仲台残寺许个院 没想到遇到了他 这么巧 一定是命运的安排 只此距离 我在车里 看着他跟怀孕法师说话 他没看到我 多远的距离 很近 打开车窗 就可以碰到他的肩膀 最终也没下车 我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码头靠着窗户看着他 他 我不知道我还能出现什么 我只知道 我绝不能下车 我打个肚子出现在他眼前 对他来讲太残忍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觉得很安详 我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绝望的声音 有别吧 还有别不了这段缘 他脸很干净 我好想腰下撑出我 伸出手摸摸他 抱住他的肩膀跟他说说话 对吗 逢文净土 勿得真理 我才真正明白 以前的那些都是情 不是爱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从有别才开始 台湾有个说法 慈祭做功德 中台了生死 我信 或许在那一刻 他真正忘掉了你 你也就接管了剩余的所有痛苦 如果真是这样 我也能接受 后来我跟怀孕法师说了我们的故事 他也告诉我赵建廷的故事 就这样 这就是你们的第二次见面 是的 后来我请怀孕法师出面 用他的威望跟智慧 善劝赵建廷回家 毕竟他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我也请求我先生 还有凶嫂 帮我演了一场戏 在中台湾寺的门口 告诉他我已经死了 请怀孕法师替我超度 这是他曼谷的照片 相促而言 我和骄廷 Care 我请升上门 后天学滑 改变書 事情是不能两句 不许他 他老了 腰都弯了止不起来 怎么这么快呢 后面那张照片 是他妈妈一直保存着的 张妈妈来过一次美国 这是在校园给我拍的 他对我特别好 他还一直留着 回去以后 我可能会见到他们 需要带什么话吗 什么话都不要说 死了就是死了 赵静婷有心有意 却不闹世俗的我 死了才算公平 上帝就这么安排的 是 还有 赵静婷在生活里 有一点一直受到别人的非议 他至今还是单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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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